Zoom Interview 拍到我上半身 我下半身 大家好 我是香港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的課程主任 Dr. Sam Zhang 和往年一樣 今年 High Deep ECE 和 BF ECE 的面試都會一起進行 經 JuPers 報讀的同學 第一輪面試將會在六月尾進行 至於第二輪面試將會在七月尾舉行 今年的面試將會透過Zoom 而網上形式進行 只要過程大概三十分鐘 今年的面試將會分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自我介紹 同學需要用英文可以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當中包括想報讀課程的原因 以及自己有什麼學習經歷 可以令自己成為一位出色的幼兒教育工作者 第二部份是小組活動 會以英文或者廣東話進行 每組同學需要就有儀教育議題進行討論 然後進行匯報和檢討 在面試當日 同學需要找一個寧靜和網絡穩定的環境進行面試 另外也要記住帶齊身份證明文件 方便我們核對資料 其實同學也不一定要放大模式 只要外表端裝整齊就可以了 另外有同學可能會問 Zoom 討論我只拍到我上半身 我下半身穿得很 casual 穿短褲拖鞋可不可以 其實這件事也不太建議 因為在討論的過程中 有時會牽涉到一些動動 到時穿崩就會給考官一個不好的印象 其實用不用 Virtual Background 都可以 如果要用 Virtual Background 的話 同學記住要以簡約為主 不應該太花巧 例如有些卡通人物或者有些明星都不太便宜 至於如果不用 Virtual Background 的話 同學記住 最主要的背景令人看得舒服 應該要整齊 不應該太混亂 否則會令人留下一個不好的印象 第一樣東西 同學可以留意一下 幼兒教育和日常生活之間的關連 小朋友很多時候都是從生活中學習 所以老師不妨思考一下 日常生活裏面有甚麼素材可以用來教導小朋友 在準備面試過程裏面 同學除了需要留意一些幼兒教育有關的時事新聞之外 也不妨去想一下 究竟日常生活裏面有甚麼人事物 可以用來幫小朋友進行學習 另外同學亦都可以組織一下自己的學習和工作經驗 想一下這些經驗怎樣可以幫你成為一位有志願老師 例如以往有沒有在社區中心做過興趣班導師 或者做過一些和兒童有關的一些義工經驗 這些經驗對面試都有很大的幫助 而以往很多同學都會在面試當時忽略了沒有說出來 另外最重要呢 同學在面試之前有足夠的休息 保持一個輕鬆的心情 在過程中也有多些笑容 做回自己 輕輕鬆鬆就可以了 另外 休斯是講求團隊協作 除了要跟小朋友和同事溝通之外 也要跟家長溝通 所以在面試過程裏面 同學記住展現良好的社交能力和溝通能力 另外如果同學能夠在過程裏面 可以有條理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亦都會能夠令到校官留下深刻的印象 剛才也提過 社交能力對幼稚園老師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在面試過程裏面 太靜 不表達自己的意見 又或者太過主動 不斷打斷人的說話 不聽人的意見 都是幼稚園老師的大忌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很多同學都會提到 我很喜歡跟小朋友玩 但大家要記住 作為老師 他的工作 不是只是跟小朋友玩 而是要透過遊戲中 去幫小朋友進行學習 所以各位同學不妨去想 自己有什麼長處和優點 可以幫助自己成為幼稚園老師 希望以上的提示幫到大家 最後祝大家入道生意的學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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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